时隔六年 全新行动指南 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医保是能够随时带在身上 获取医保 利益产典 加速消解 摆清痛点 全力打通 结算读点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种跨地的服务 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完善 跨省异地就医保障政客 使更多人都能从中受益呢 整个大方向朝了一体化的方向 会慢慢地把这些难点把它破除 瞭望天下 解读中国 本期瞭望评变天下 为您梳理一周要闻 瞭望天下 解读中国 这里是瞭望评变天下 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 这是在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会场内拍摄的瞬间 8月22号至24号 智博会在重庆举行 本次智博会以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天才为主题 聚焦智慧城市年度主题 以线上方式举行 这是火箭升空的瞬间 8月23号10时36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将中科院创新16号卫星 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月21号 在印度北方邦普拉亚格拉节 一名船夫在洪水中 拉着自己的船 近日印度多地连降暴雨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导致至少52人死亡 另有多人失踪 科技自立自强 是国家强盛之机 安全之要 那么如何才能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又该如何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呢 8月22号出版的 2022年第34期 《料网新闻周刊》 《治国理政济世》专栏 给出了答案 专题回顾了十年来 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举措 是如何落地生效的 强调了 我国科技事业 已经发生了历史性 整体性 格局性的重大变化 专题进一步指出 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生了新的变化 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 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从古至今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去追星 试图解锁宇宙的奥秘 8月24号出版的2022年第17期环球杂志 就带我们走进这些追星星的人 专题采访了英雄航天员汤洪波 天文工作者王培 星空摄影师张冰冰 科幻作家刘洋 科普博主罗林等多位追星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人类的飞天梦 才可以照进现实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通知 时隔6年一份新的行动指南 为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带来了哪些利好 这个通知的内容当中有哪些亮点 对于参保人 参保地区 医疗机构 有各自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这是时隔6年后 制定了一份全新的行动指南 据悉 去年以来 在全国实现住院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的基础上 所有统筹地区实现了普通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和异地就医 备案跨省通办 全国一半统筹地区 启动了高血压 糖尿病 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 器官移植术后 抗排疫治疗等五种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为了便于大家办理制度备案 我们采用流程不断简化 我们就是用承诺子备案 免药件备案 然后免后台审批 这样的话我们备案完成以后 计时生效 计时就可以在异地直接就医结算了 截至2022年6月底 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 24.67万家 基本实现每个县至少有一家 定点医疗机构能够直接报销 包括门诊费在内的医疗费用的目标 全国累计直接结算3772.21万人次 基金支付2019.76亿元 本次同志对以往政策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整合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 破解备案人员范围窄 实现短 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不能双向享受待遇 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后报销比例偏低等问题 针对部分地区不支持将急诊抢救费用 外伤费用 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 以及补办备案后的医疗费用纳入直接结算的问题 制定全国统一规范 那么新规施行后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好的 今天这个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冯文猛 欢迎您 冯主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赵九霄 欢迎九霄 大家好 首先问一下本国人 为什么要出台这么一个新的 关于异地结算的这样一个智能 一个是我们现在人口的外流 本来和前年相比在持续增长 那么另外一块的话 我们也观察其实很多老年人 那么因为孩子去异地工作 他可能就是出于给孩子带小孩的这种需求 或者是跟孩子一块来居住的这种养老的这种需求 他就往往说出现了异地居住的情况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那么第三个状况就是和我们目前相关的时候 我们这些医疗信息化进展也非常快 我们相关的支持的这种条件在逐步完善 今年的话总理在这两会工作会议上也说了 我们到今年年底要实现门诊 要每个县至少有这么一个医疗机构能够实现门诊的 一滴就医直接结算 我们看这次新的指南出现 一个是对门诊这一块 我们要强化说门诊 那么我们如何做 另外一块的话 包括其中的一滴就医 你需要做一些手续 你比方备案 包括直接出现一些应急情况 它其实是在具体操作层面 和以前相比的话 出台了更加具体更加方便的一些措施 刚才房主任反复提到一点 它是个升级版 原来是从无到有 现在这个升级版其实就是从有到有 然后整个的流程会变得更加的规范 服务更加的便捷 比如说在外地我突然住院了 但是我又没来得及去备案 那没备案怎么办呢 新的通知里面提出来说 你出院以后可以再去补备案 这就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照顾到了你在一滴就医的 很多新的一些变化和需求 针对不同的场景 推出不同的报销的体系 会让每个人觉得 这个医保是能够随时带在身上 我查了一下这个数字 去年大概从职工医保 包括像居民医保这一块 加起来使用到异地就医的 直接结算的人次 大概已经超过一亿人次 其中住院 住院这块是更大一块的 去年一年的异地的住院的报销 跨省的报销440万人次 再一个看我们国家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 我们也发现从现在开始 就是未来的十年 将是中国人口退休的一个高潮迎来的时间 每年大概最少是2000万的退休 咱们每年大概的流动人口是多少呢 1.25亿的流动人口 就是跨省的 你面对这么一个常态化的人口流动的趋势 那你在医保服务方面必须有一个转变 这是现实的需求 其实我们这些年应该说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 整个大方向朝了一体化的方向 那么江南的居民有望在全国 根据自己的病情需要 我们需要去哪个地方就医 我们可能就相对比较顺畅的 就像我们嘉宾提的 确实是从六二到七一之间 那么整个说这十几年 我们每年是2000多万人 那么老人会越来越多 大批的人口变老 结合有很多的老人 随着孩子去御地居住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把医治医保 直接结算这个服务做好 那么这是一 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让基层强起来 让更多的老年人 我们说老百姓常见的多发病 慢性能 比如说高血液糖尿病 逐步纳得通促报销了 等于说两个方向我们都在推 一方面方便大家一地就医 同时另外一个方便 通过我们强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 让大家尽量在本地实现这个直接就医 参保地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高女士 退休后每年冬天都会来到海南省 这个地方要非得要 门子上看病了非得要住院才能看 门子上看病保销很麻烦 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资料弄好到那地方去拿 这个医保办好审查 那个医保办上楼上楼跑得好 近些年群众对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的需求不断增加 但因为各统筹区报销政策 报销规定上有一定的差异 特别是在门诊方面 曼特病在病种名称 病种数量上差异较大 在认定标准和待遇支付上不统一 异地就医相比住院更容易引发结算难题 2021年11月30号 海南作为跨省异地就医门诊 曼特病费用结算全国首批试点 开展高血压 糖尿病等五种门诊 曼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目前海南已实现二级以上符合条件的 异地定点医疗机构 门曼特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 不止在海南 截至2022年4月底 全国74个统筹地区 启动高血压 糖尿病等五种 门诊曼特病相关治疗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试点 争取在今年年底前 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近年来 我国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政策 从住院到普通门诊 进而拓展到门诊慢特病 群众就医的便捷性不断增强 但原有医保结算政策不统一 业务流程不规范 业务协同不及时等问题 也困扰着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采访中 一些群众反映 异地就医 备案 结算和协同 是群众反映较多的三大难题 为破解这些难题 同时从进一步完善 异地就医备案政策 进一步明确定点医疗机构 直接结算服务范围 进一步规范经办机构 跨区域协同流程等 三个方面 逐利破解异地就医过程中的 读点 痛点 那么如何在实践中逐步优化 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的具体做法 如何破局医保利益禅点 加速消解百姓痛点 全力打通结算读点 进一步提升新发展阶段的 医保治理能力呢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 说到了一个网络不畅的问题 这可能是很多人 没有想到的一个事 为什么 就是说实践当中 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 一些麻烦的这样的情况 对 这个时间我们因为 调研当中确实也发现 这个问题的存在 因为你要看中国的 其实叫医疗信息化这一块的话 最早是80年代 当时从纸质版的 比如说医疗的档案 我们转为这个电脑 当时我们在制定 就是一些信息系统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地方各自为政的 包括研发的平台也不太一样 而且彼此之间 有时候还不能兼容 如何将它逐步说 统一到大的平台上 那确实是需要 周期需要时间 应该说这些年 我们提的新的目标 是尽快实现省级统筹 就换句话讲 可能你第一次 实际就要是线 所以跨过这个线之后 你可能到另外一个线就医 你发现它的保证的内容 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导致说你是跨省就医 但是就医之后 你是按哪个标准来做 对吧 这个事情有一个实操应的问题 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让省的时间统一之后 将来可能目标是全国 但是目前我们不能一步到位 拿我自己来说 比如说家里的老人 前些年一到年底的时候 就要嚷嚷地回趟家 回家干什么 我这一年看过的一些病 我的一些费用得回趟家 首先咱不说路途上的奔波 回去以后 单位的人也找不到了 然后手工报帐 这个叫流入地的医院 和那参保地标准又不一样 一会儿说这个能报50% 那个报60% 这个药还报不了 回来之后总是一肚子气 有了国家医保的统一的信息病态以后 只要是符合规定的 它如果在网上做好备案以后 它能够直接结算 免去了很多的麻烦 然后你要说改进 它其实有个特别大的需求 就是很多慢性病 它是就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的 那咱们这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机构 能不能也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信息平台里面去呢 如果真加入了 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是特别好的 刚才我们嘉宾也提了 说是现在比如说我们期望是将来能够在药店也好 包括周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能够接受服务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好的方向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推移改的过程当中 也在强调我们尽量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这都是有一些具体的项目来推动的 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 它的这个信息系统的完备性 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个卫生站 乡村的这种这个村医村卫生室 药店 它其实很多这个体育是不完善的 另外有一个现实障碍是什么 它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如何体现 我们能不能就是说非常全面 就是涵盖各个地区 它自己有的特有的一些疾病 特有的一些治疗要求呢 你比方那个相互的这个系统 系统之间呢 有些是达到了一体化 有些也没有实现 所以这一块的话 一体化互认是一个大方向 但是呢 中间过程确实是根据我们现实情况 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推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还是分省统筹嘛 就是每个省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来源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其实也注意到 说你看这个一地就一吧 基本上都是从那个经济不发达 或者欠发达的地区的 到那个经济发达地区去看病 然后报销再回到那个参保地 参保地经济又不是特别好 财政也不是那么充裕 会把人家这个财政拉垮呢 有这种担心 但是你细想一下 如果你一地就一区是大城市 那么大城市的那个医疗的 规范程度和监管程度呢 往往比欠发达地区好 所以最终我会发现 也许我看病花的那个钱呢 跟你在那个当地啊 没那么大的差别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跨省 异地就医的这个直接结算 都是在网上进行的 你在做人工欺骗 或者其他行为的可能性 会大大的降低 这么折算下来 其实对这个参保地的 医保基金的影响呢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你可能会有医疗资源 或者叫医保基金的上的一些纠结 一些权衡 但是这个难点呢 只要你去做 会慢慢的把这些难点 把它破除掉 但有一个前提案 我们的医保资金的花费 它是以收定支的 这某种意义上讲的话 就是它不是说这个无限制 就是这等于说 你花多少 我无限制给你支付 从这个这些年的进展 实际看呢 从这个不发达省份上 那肯定是有面临几种压力 一种是我们的医保资金的 筹资水平本来就比较低 那么筹资水平比较低的话 你保障的范围 可能也相对比较低一些 确实有刚才咱们嘉宾提的 如果说同样一百块钱 那么你大厨全花到了这个省外 那么我的小厨如果发在省内 对我们省内的医疗卫生机构的 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现在这些人的改革 一方面我们在推 让基层强起来 让更多人能够在家门后解决问题 第二块的话 也通过一些差别化的报销方式 你比如说我在县内就已 我能报销这个百分之八十 如果说我在这个省内 我能报销百分之七十 真正通过设置差异化的支付方式 让大家实现 引导大家 引导 你如果是能在基层解决了 就能在基层解决 河北省顾城县的居民王燕 经常要陪患有癌症的婆婆 去石家庄就诊 以前她要到当地医保部门 经过繁琐的程序 才能办理异地就医手续 现在她在手机上 就可以直接办理 工作人员介绍说 只要患者备案成功 出院时 即可享受异地就医 基本医疗保险 加大病保险 直接结算服务 据了解 新规出台后 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 只需先备案 选定点 持马卡 就医即可 不仅如此 既往跨省异地就医 备案人员 只有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住异地工作人员 异地转诊人员 四种人员 新规根据 基本医保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行为发生的原因 将异地就医备案人员 分为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和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两类 并进一步细分为六种人员 其中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等 长期在参保省外工作 居住生活的人员 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包括异地转诊就医人员 因工作旅游等原因 异地急诊抢救人员 以及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而医保基金按照就医地目录 参保地政策的原因进行支付 那么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险 是怎样解决参保地与就医地 不同所带来的难题呢 澳大利亚在异地就医方面呢 完全不会出现问题 对于国民通用的医保卡 可以在全国各地使用 甚至在一些协议国家 同样也可以使用澳大利亚医保卡 获得补贴 甚至免费就医 在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 住院以及医院内用药呢 都是免费的 但是弊端就是对于一些 需要紧急求医的病患 有时候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那么在私人医院 就能够享受到更为快捷 和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但是却需要自掏药包 加拿大医保对于异地就医 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比如在安大利亚省 安省医疗保险仅支付 在异地授权卫生机构 进行的紧急医疗服务 即便符合安省医疗保险 所支付的情况 支付额度也非常有限 门诊急诊服务 每天支付50加元 住院服务项目是 情况每天支付200至400加元不等 但不会支付救护车 或者其他运输费用 以及医院以外的 膳食住宿药物等费用 欧洲国家医保 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居民普遍可以在国家范围内 享受医疗服务 没有地区间的房移 由于欧盟单一市场建设 异地医保走得更远 甚至延伸为异国异保 根据欧盟2004年和2011年的法规及指令 在欧盟27国 冰岛 列支顿士登 挪威及瑞士 上述国家的居民 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跨国就医 那一国医保的覆盖范围和条件 预计各国规定来执行 比如说比利时规定 一国医保人士 需要有比利时的临时身份证才行 事实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结果 2021年 流动人口为 37,582万人 其中 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万人 与2010年相比 流动人口增长 69.73% 在这种情况下 跨省直接结算 已经成为 事关广大患者 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那么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完善 包括直接结算在内的 跨省异地就医保障政策 是更多人都能从中受益呢 很多朋友可能在异地就医 结算的时候 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备案 大家会想 我们为什么要备案 它是这样 就是备案的话 其实和我们现在的 医疗信息的处理能力 是有关系的 因为往往是 我们要备案的情况 是你的就医地 已经超出了 是你参保地的范围 所以这参保地来说 它很多地方 它不太掌握你的信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做一个提前备案 等于说让你的 这个参保地的这种 管理医疗资金的机构 有一个了解 第二个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 一个现实问题 有些医疗机构 没有接入到 这种统一的 这个平台范围内 它不联网的 你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不备案 你去了 发现它没在范围内 它查不到相关信息 它实现 机制接线 实现不了 这种备案的话 对双方都是一个好 它是为了方便 你后续它的信息对接 刚才其实冯主任 已经说到 很多人总觉得 这个备案要填一堆资料 然后一填表 又很麻烦 其实现在 完全不像大家想象的 它至少 在很多手机的小程序上 你就可以通过 这个线上的方式 来开办 你的备案 但是呢 缺乏一个宣传 就是让更多的人 尤其是让退休的 像我们的这个父辈 让老人们退休 老人们能尽快地 知道这个新政策 好在哪 因为我们实际上 医保现在已经 实际上全覆盖了 这基本上 应保进保 这已经实现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们针对 医疑就医这个事情 基本上只要说 你在这个对线范围内 属于它就是在这个异地 出差也好 或者陪子女也好 或者是异地 出现意外情况也好 它都能够说 根据相关的这个方式的话 享受咱们相关的服务 随着我们的这个信息化的 这种支持的 这种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包括各个医疗机构 在总结经验也好 教训也好 在基础上 我们说进一步提升 我们的这种跨地的服务 还要再加上做这种试点 相关政策的配套 这三个因素的叠加之上 刚才我们一直在 一体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同步进行的 对于一些确实有 异地就医需求的朋友 怎么能够及时地 让自己去享受到 我们这个医保 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说 相关政策 包括相关服务在做推进 另外从大家自己 也都关注一些相关信息 你比如国家医保局 也好吧 地方医保局 它的网站上 这些年我注意 它的信息 其实公开的 还是非常及时的 非常全面 建议大家直接可以去 相关的这种网站上 及时了解变化 自己也读读政策 读读政策 这种异地就医 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平的 均等化的一个服务 我刚才反复强到这一点 医保既然可以 待在身上的话 那么它一定要跟上 那个流动的人 才能 您啊